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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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今集介紹的是很出名的燒鰻魚店 幸福有子 今次介紹它一個 超級划算的2-3人套餐 只需要在美團買券 250元都不用 就可以吃到2-3人的鰻魚套餐 套餐裡超級多食物 隨時3人都吃不完 來的方法很簡單 在福田口岸去到南光站 大約只需要35分鐘 只需要在A出口1出 步行1-2分鐘就到了 現在店鋪還要做一個 非常划算的優惠 只要大家看過這條片的觀眾 只需要展示圖 店家就會多送你一份 黑豬五花肉 或者是調味肥腸一碟 所以這個套餐更加划算 說這麼快就到了 二字樓 一出電梯就看到了 店鋪主打用一個韓式的裝修風格 每一張桌子都有一個炭腦之外 另外它還會有一些韓式的煙通 在上面幫你吸走油煙 店鋪位置都相當大的 大約有2-30張桌子 而它收銀位置主打就是 賣這些青島的原漿啤酒 待會我都會試一試 雖然價錢高些 但是的確好喝些 而門口位置也放了一個鰻魚缸 告訴你他們全部都是新鮮活殺的烤鰻魚 來得吃燒烤 除了這個圓章啤酒之外 其實這間店鋪的賣點 還有很多韓式的燒酒 可以讓你散叫去喝的 種類也非常之多 介紹過套餐之前 當然每一間韓式店鋪 都會有它任拿的前菜 這裡種類大約有8款 我個人認為多喜歡這個南瓜粥 細細碗剛剛好 而調料方面 當然都有他們的韓式燒烤醬 還有一些乾味粉 還有一些玫瑰鹽 你可以自己選擇 而這個抵食的套餐 當然不少得烤鰻魚 這個套餐裡面 會有8件大大件的烤鰻魚 而這間店鋪有兩種鰻魚 一種是脆口一點點 一種是軟身一點點 我就試軟身的這一集 肉類方面 還有這兩塊韓式烤豬扒 超級大塊 兩大塊 另外還有一碟薄切的烤牛絲 而這個薄切的牛絲 加起來也有20多塊 雖然它是薄薄的 但燒完出來也挺有咬口 挺好吃的 畫面這個叫做調味肥牛 不知道為什麼 我吃過很多間烤肉店 深圳的烤肉店烤肥牛 是很嫩滑的 這間也不例外 所以烤完出來是非常不錯 不要看畫面這個腸仔 樣子好像不太好看 燒完出來是超好吃的 叫做韓式烤腸 大家如果去到這間店 這個是必點的 因為燒完出來真的好香 樣子都好看很多 而小食方面還有韓式炒年糕 都是跟著韓式醬去炒 少少辣辣的 和你平時吃的炒年糕差不多 但是它這裡加了些芝麻之後 都少少像我們港式的腸粉 而我看到它的桌上 這麼多圓章的青島啤酒 雖然價錢高少少 98元一大支 一公升 但是我都叫了一瓶來試試 它寫著 由出廠去到飲用 只可以保留7天 保證新鮮 而套餐裡面還有3個湯類 你可以選擇 我們就選擇了 嫩豆腐辣湯 也想不到這個湯 是今天的MVP之一 它本身的配料裡面 有些豆腐 喝下去是辣辣的 和一些配菜 就這樣喝 我給它75分到80分 但是原來你加了白飯一起吃之後 它直接跳到100分 幸好店家介紹我叫過白飯 真的完全想不到好吃很多 而這個套餐最後一碟 就是這個 芝士烤粟米 是用一個鐵板上的 大家看到畫面 它還是炸炸炸的 剛剛焗完 就立刻拿上桌 非常吸引 這裡的小食 而它們的芝士 亦都落重 整個面頭全部都鋪滿了 所以它芝士的味道是非常出 加上粟米非常配 而它門口 我都看到它主打介紹是這些山蠔 所以我和朋友都叫了兩隻來吃 它是馬上開給你看的 而兩隻超大的山蠔 每一隻只要28元 待會就會燒給大家看 而比較特別 待會它還會加超多的蒜蓉醬 去烤的 不是弄完拿出來給你吃的那隻 好 一如以往 深圳的烤肉店 一定是有店員幫你燒的 而我們選了第一樣 就馬上吃它的燒鰻魚 雖然套餐只有8件 但是非常之大件 而剛才也說過 那些奇茅不揚的韓式烤腸 只要放在烤爐裡 烤一陣 大家很快就看到 那些奇茅不揚的腸仔 很快就會燒到醬糊糊 而它的味道有點像台灣腸 亦都很好味 過了大約兩分鐘 這些韓式烤腸就變成醬糊糊 超美的燒得 這隻腸就這樣吃 已經很好味 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加些韓式辣醬 我會覺得更加惹味 這裡的烤鰻魚 亦都想不到是有兩種 有種是我平時吃的 很脆的 硬身一點點 而我今次叫的 臨身的鰻魚 真的跟我平時吃魚的肉質差不多 是蠻特別的 當然那些職員 去到中間 還會幫你蘸鰻魚汁 大家如果像我這樣 真的覺得那些汁不夠 可以叫職員蘸多一點點 相對烤鰻魚的時間 真的長一點點 但是這個時間是值得等待的 它的鰻魚汁真的很香 而最後剩下兩塊 職員就說 除了鰻魚汁去燒的話 其實它還可以加玫瑰鹽去燒 又是別有一番風味 另外吃鰻魚 其中一個吃法就是包紫菜食 當然店舖也會專屬給你一包 趁拖去吃 而特別一點還有一些紫蘇葉 可以包來吃 當然你不包這個鰻魚 包其他肉吃也可以 再下去就是剛才所說 在深圳烤的這些肥牛 樣子就普普通通了 但是每次燒完出來 是非常之嫩的 因為這些肥牛 全部以一半50% 都是一些肥膏 烤完出來一半是肉 另外一半是油脂在你的口 爆出來是相當之不同的 另外它這些肉質 不知道它用什麼方法烤 是真的非常非常之嫩 是完全不會覺得硬 咬不開這些情況 當然因為是職員燒的關係 把握火牛放得很好 肥牛 試試它 很嫩滑的 不用烤得這麼熟 我跟職員說七成熟 加上醬汁很棒 不錯不錯 再下去 烤這個就是薄切的牛舌 它是用炒的形式 不是一塊塊去燒的 全部放進去 左右又兜均勻 而每燒一道不同的肉類 其實職員都會幫你轉一轉 一個碟盤 令到味道不會混亂 為什麼牛舌不是一塊塊燒呢 因為為了中間加這些蒜蓉醬 所以它會轉用炒的方式去處理 立即變成像鐵板燒一樣 蒜蓉牛舌 我第一次吃燒烤 是加上蒜蓉醬去煮 試試牛舌如何 先試試牛舌 挺飽味 比起肥牛更爽口 老老實實 剛才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想不到它這塊豬扒 總共有兩塊 而且是超級大塊 所以這個套餐 如果你真的三個人來吃 都隨時吃不完 人均是絕對不會超過一百元 除非你像我一樣 是要點貴的啤酒去喝 或者又要點山蠔去吃 不過很多時候我為了拍片 就算明知是吃不完也好 我都會照叫告訴大家 因為好像這個豬扒 基本上我最後都吃不到 我都是打包拿走 但是回到家蒸回來吃 同樣都是這麼好吃 因為我們兩個人來吃 所以這次的份量真的非常多 好大份的燒豬扒 超級大塊 這個二人套餐超級大 兩塊超大塊 很棒 好像我們燒烤的豬扒 加上醬粉是很好吃的 那些香味粉 最後我們都散叫了 剛才所說的兩隻烤山蠔 特別一點會有兩個原本放在烤盆上面 大家都知道 那些蠔貨的蠔殼都不一樣 所以加了這個原本之後 就可以燒得剛剛好 而深圳這些燒烤店 通常你叫這些燒山蠔 很多時候都是在廚房燒好 拿出來給你 而這一間會放在你自己本身的烤爐上 慢慢燒熟給你看 而你慢慢看著它的蠔水慢慢開始爆一下 其實吃肉真的大增 而且它這裏的山蠔的尺寸 真的非常之巨大 雖然價錢是28元 但是它物超所值 而燒到差不多 職員就會加這些蒜蓉醬 是一大堆一大堆的擠進去 在當時來說這個畫面是超級吸引 因為它真的好像不用錢 扔掉蒜蓉醬進去 放好之後只需要大約燒多兩三分鐘左右 大約就已經馬上吃得了 畫面是超級吸引的 就算擠完放到這隻碟上 蠔水還是爆發的 如果大家來到幸福有志 我都極度推薦 起碼也要試一隻 很飽滿很肥美的 如果大家拿筷子夾出來 很多時候會摔掉蒜蓉醬 我絕對建議大家 像我一樣拿筷子 加上蒜蓉醬 一盒一盒 最後試完這隻超級大隻 28元的燒山蠔 還要是蒜蓉醬 沒試過這樣燒 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超級大隻 很肥美的 蒜蓉味很出色 大家有需要還可以叫南箭 很正 很正 28元一隻 超級大隻 吃這麼久都未吃得到 最後來個總結 250元不用吃到 這麼多食物 加上素米還有8個素 很值得吃 而幸福有志 其實在深圳燒鰻魚 非常出味 如果大家未試過的話 可以過來這裡試一試 如果你一深圳彎過來 就得很勤人 就算福田過來 三十多分鐘 都不遲遠 所以大家有機會 自己過來試一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謝謝 拜拜